我从未停止行走 一路向前 步伐深远踏实 方能沿着初衷抵达高处 我一直热衷表达 但会说只能赢得掌声 会听才能唤起别人的心声 从家明到家明哥 绕着世界回到起点 蜕变的是阅历 不变的是真诚 我是李家明 跟我一起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分享爱的力量 让我们向幸福出发 就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 我迎来了我的新搭档 月亮姐姐 我经常显摆哥们一年 做了你们半辈子追求的事 你们说这段的时候 开心一点的说嘛 好吗 舞台经验不不不不好意思 没让你演 你们不会是用这个激动车 来推到北京来吧 结果没想到有一天早上起来上厕所 然后就把手插进去之后 像毛线一样 一锁一锁地往下掉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他拿中间这个指头 对不起 这个不懂比 我们在一起八年的时间里 虽然经历了一地恋 一国恋 以及身患重病的考验 但我们还是忠心忠愉的 并肩站在一起 终于等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把说不出够的话唱出来 把藏在心里的话唱出来 爱要大声唱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欢迎现场的 谢谢观众们 欢迎大家 也谢谢我们 谢谢我们 各位老师 大家请坐 今天啊 会是一个甜蜜的星期二 据说啊 这几天 你要对着月亮唱歌 你的所有的心愿都能实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在唱歌 月亮在唱歌 轻轻的一个人 你记得我的我的心 深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大家好 我是月亮 就是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 我迎来了我的新搭档 月亮姐姐 其实嘉明早就有另外一个名字了 明就是亮的意思 所以他就是太阳哥哥 日月同辉啊 我们今天 照亮七夕 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怎么样 我说过吧 对着月亮唱歌 会有惊喜出现 欢迎月亮 来到向七夕出发 希望我今天能够当成月老 见证每一个人的爱情 真好 因为我们整个七夕都是过七夕节的行程 所以我们今天的四组主人公 都会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 本节目呢 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 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第一位主人公马上就要出场了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我们今天的四位委托人呢 都跟这个画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用四幅画 来象征他们的爱情故事 大家来看看第一幅画 美丽的桃花树下 一对鸳鸯细水 象征着爱情的甜蜜和浪漫 所以今天这一段啊 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有请第一位委托人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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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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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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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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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木车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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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给你打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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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